也是像剛剛說的 實驗歸納 然後有一些好的敘述 然後可以找到證明 相當完整的一個作品 不但如此 事實上他前面所發現的這個 所謂的maximal area定理 雖然他還沒有能夠有足夠的時間 把它證出來 因為時間實在很短 但是在未來我們出書之前 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很期望他能夠把他前面 所做到的所有這些結果 都能夠完全的擴展到這個 更一般的狀況 那我們評審團 最終都是在昨天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我們還在一直討論 到底這四位 其實我們今年已經違反我們的規則 因為我們本來只能給兩個銀牌 可是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真的都 有相當突出的表現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學生 那事實上因為我們第一屆的這個 望紅的金牌 不是望紅燒 我們村同學獎的金牌 並沒有就讀了台大電機器 而沒有就讀我們數學系 所以因此我們多出了一部分的獎學金 所以鄭曼城先生本來今天說要來 但是因為他臨時真的有事 沒辦法過來 他也同意我們可以把這個獎學金 挪用到後面其他的獎項 所以因此我們能夠多頒發一面銀牌 那在這個很強烈的競爭中呢 我想最後還是他最後一天的表現 讓我們覺得他有奮戰不懈的精神 所以評審團一致決議搬與他金牌 恭喜他 謝謝王金龍教授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請邱城同院士為我們頒發金牌獎 陳學一同學就讀於北一女中 得獎作品為從三五七出發 你必是三角形之研究 指導老師為楊建民 謝謝邱院士 請陳學一同學發表簡短的得獎感言 我要先謝謝我老師 就是楊建民老師 他就是在我研究的過程中 真的給了我很多幫助 然後還有我最好的朋友 蘭寅蓁跟烏如瑜 就是他們在我有困難的時候就會一起 就是他們會給我鼓勵跟支持 然後我想 其實大家都很好 就是我很幸運 這兩天有小小的發現 然後 但是運氣特別好 然後讓教授跟評審可以 就是對我有所青睞 然後也很高興 在這個比賽中學到很多東西 不管是教授指導還是 教到很多新的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恭喜陳學一同學獲得金牌獎 最後我們請邱晨彤院士為大家說幾句話 今天很高興 謝謝校長們跟我們的指導老師們都來參加 首先我很感謝王金龍 這個教授 發了很大很大的功夫來 這個安排 組織 這個 這個 中學獎 這個事成 這三年來 這三年來發了他很多功夫 我覺得很值得 很敬佩 我很感激他 我今天 首先第一句我想講 我坐在下面的時候 我在想起一個 一個 我從小學的時候念的一個文章 第一句就講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名龍 哈哈哈哈 我看啊 我們的中學生怎麼能幹 我是深有感受 因為他是 未來的主名龍 是很值得栽培 很有大前途的 我們要 對他們 特別重視 我想是 覺得沒問題的 今天我想 歇這個機會啊 講講 我有一天在這個 哈佛大學的一個演講 花十分鐘的樣子 講講 基礎科學的未來發展 我為什麼要講 這個 這個事成呢 因為我不發覺 這個 國內 這個 對這個 基礎科學總是 看得 不是很中視 不是剛才聽了 兩個 校長的演講 呃 還有當然 李文青的 主任的演講 我曉得他們對這個 呃 基本科學也是看得很中視 不過 我無法外 我再重複一次 這個 我的看法 我基本上 呃 呃 你們參考一下 這個 我們曉得 500多年來 我們 呃 從牛頓這個 家裡 他們發生的 科學革命 被 我們整個 人類文明 帶來 重要的 這個 呃 呃 成果 這個 我們對大自然的了解 超過了兩千多年的成果 帶動了整個工業革命 也養活了超過幾十倍 甚至一百多倍的營口 現在我們有 六十億營口 從前 絕對沒有這麼多的營口 可是 我們過的比以前 舒適 也 可見是 現代科技進步的 一個重要的 一個效果 可是 整個科技的起源 是源於基礎科學 呃 簡單的講 沒有掌握到基礎科學的研究 就無從掌握到 資主 昌生的 主動權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呃 顧名思義 基礎科學 乃是研究 自然界 基本現象的科學 我們做學問的人 希望能夠找出 規範自然現象的規律 從而 剝取 聖的知識 跟聖的原理 在這個聖的知識 跟聖的原理上 我們可以繼續通過 實驗 跟理論 來成長聖的現象 同時也可以將 這個聖的知識 應用到 使用的科學裡面去 然後 發展出來的技術 往往是革命性的 正如 電磁學 在 十九世紀 電磁學 發明的時候 呃 我聽講 這個 有個傳說 叫那個 英國女王去問那個 Maxwell 問她 你做這個東西 有什麼意思 呃 Maxwell跟她講 她 不是Maxwell 她跟她講 她呢 以後 大英帝國的稅收 就可能要靠這個 發現 這個發明 可見 電磁學 帶來 英國 帝國 甚至全世界的財富 是何等的重要 那Laser 這種偉大的發明 當年 Charles Towns 就為了研究 量子力學 一些 奇怪的現象 發明的 Laser 就對整個 營類社會文明 是很重要的 從這些生理科技 又幫忙國家 成長 甚的自然現象 甚的原理 這種 成成 這個 結果 得出來的一個 呃 呃 繁圈的過程 得到大量的資料 同時 繁複的現象 都是能夠 對營類 對這個 整個社會 有很重要的貢獻的 中間要經過很多 數理統計 的處理 跟數學的方法 來找到它其中的 主要的意義 所以 整個過程裡邊 我們希望找出 自然現象的 基本原理 那當然是 我在這邊講了一句 因為 呃 我自己做這方面的工作 對基本的物理現象 莫過於 物理學上的 同一場論 同一場論 還沒有全部完成 但是 所謂標準模型 即將強 強力 熱力 跟電磁力 融合在一起 至於 中立場 是阿因斯坦想做的 引力場 還沒有 聯合在一起 始終 還沒有成功 可是 這個同一場論的界列 凡是 理論 物理學家的夢 其中牵涉到 深奧的數學理論 還有觀察 實驗的歸大法 這個 推道理論的 演繹法 全部都要放進去 才能夠 這個 完成 可是 現在還沒有完成 可是 需要到 物理學家的 直觀的共產力 也要嚴格的 負責推道來幫忙 所以 當年 這個 Herman White 是個偉大的數學家 也在物理上 有很重要的貢獻 他其實的 規範長論 以後 影響到 楊先生 楊正琳的 這個 Yung Muse 對整個 物理學 有深遠的貢獻 也對數學有很重要的貢獻 影響到整個世紀以來的發展 所以 學者一定需要有跨學科的能力 所有重要的學科 基本科學也好 應用科學也好 一定要有跨科學的能力 就算在 Condensed matter 營 聚態物理 天文學 地球物理 發學 生物學 都需要有能力 進行跨領域學科研究的學者 進行跨領域學科研究的學者 往往重要的學科 都是在跨領域 來撒哪家 能夠完成最偉大的作用 所以 這種學科 我們真的在國內 鼓勵 這種學科 往往在 英文科學 跟工程上 都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期望 今天的 我們的學生們 能夠注意到解決 需要有跨學科的能力 我現在舉個例子 三個月前 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時候 授予這位 Tim Berners 立以這個 一個榮譽博士的學位 他本來是在歐洲 核子研究中心 管理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產生的大量的 很複雜的 資訊的管理人員 而是發表了一篇文章 建議如何處理資訊 以後建議成為互聯網的開放 影響了整個世界的資訊的管理 我們今天用的東西 都要靠到互聯網 所以可見 互聯網的跨學科 是多重要的一個事情 明明做高能物理 可以變成資訊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領域 其實學者並不多 有能力 有深度的基礎學科 跟跨領域學科的研究學者 並不多 這個 我這個文章本來是 對於大陸的 這個 北京大學講的 所以現在去 改了是因為台灣 哈哈哈哈 不過我想也實用 這種跨領域的 技術科學的學者並不多 當然是有 但是並不多 所以台灣的科技 要在一二十年來追上西方 或者是美國 這個 非要在這方面 加班 我講這個 研究的 我講這個研究的 一個主要原因 其實我發現 有些媒體講 我們 這個 中國 這個 發展 這個 科技的方向 可以怎樣走 讓先進國家去做一些基礎研究 然後我們在他們成功以後 才去做應用 這是個 很錯誤的看法 我很希望 在這個 今天 能夠糾正的看法 尤其是媒體在看 因為我們 這種消極的態度 不斷地等待其他國家的 專利權用完 我們的科技一定會 永遠落後於其他國家 其他人 我們曉得 美國的科技能夠怎麼進步 就是因為它 能夠保存很多的專利權 其他國家都要靠他們的科技 我們一定在基本科學上 要發展工作 其實 去年 我在山東大學做了個演講 因為 有些媒體問我 他講 現在因為要發展基本科學 還是運用科學 我想這其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呢 我想 我想 發展基礎科學 需要的 這個 投入的經費 是怎麼少 少到 這個 我們大學的校長 一年不乘 吃飯就夠用了 結果媒體將它 這個 沒有報告的很正確 就講 我要批評大學的 校長 吃飯太多錢 哈哈 哈哈 事實上是講 基本科學需要投資的經費 很少 所以沒有什麼道理不去做基本科學 我現在要講一個事情 我現在要講一個事情是 對基礎科學 有生意貢獻的科學 一般來講 都有高尚的成長 因為它沒有很快的金錢的好處 可是 很重要的是 要有強烈的好奇心 來成長 自然之間的真和美 所以 第一點 我鼓勵我們年輕人 培養這種成長 也鼓勵政府能夠培養這種成長 我們在政府方面 包括中研員也好 其他主要的機構也好 他們都期望 年輕人為國家爭光 爭取國際大小 舉例來講 拿Nobel Prize 或者拿Fill Standard 另一方面 也希望他們能 照顧老闆生的生活 能夠賺很多錢 替國家 當然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不是一個推動機組 控制的中央 而 這個 我們是 一個好的客家 是對大自然的主要很好巧的